中文字幕制 강aisen 台湾 rings 可以啊 那你要吃什麼 好啊 一根乾燥菜 這根都是 帶走 我要菜捲 放一下盤子 放一下盤子 好 蘿蔔 大顆的那顆 那顆還是 這是什麼 這個蛋丸 裡面有蛋跟魚漿 我要我要我要 很美啊 這是甜不辣 夠丸 小顆的夠丸 這個大顆的三絲丸 甜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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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嗎 那我帶一個那個 我會跟他吃的蛋 油麵還是意麵 兩個都意麵 好 外帶外帶 差不多那我就等等吧 這家開超久的 哎呀呀 消夜 辛苦了一整天 終於要吃東西了 今天要先說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早早就收工這樣子 趕快回來 我好喜歡這種感覺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支持我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支持我 我突然怎麼變油頭 我怕餓 然後我們去買這個蛋仔麵的這個 他拍蠻軟的 他是賣關東煮跟蛋仔麵 而且他蠻特別的 他就是他的這個關東煮的醬啊 他這個醬啊 有點像 花生醬的那種口味 不是說他是花生醬 就是說 他以花生做為基底 然後做為他關東煮的醬 這樣子 所以每一口關東煮啊 吃下去的時候都會有一點點的那個 花生味 但他卻不是用花生 因為他是鹹的 他蛋仔麵還出蛋 蛋仔麵 為什麼叫蛋仔麵 平常你一般去那個賣蛋仔麵的 他只會問你要不要加蛋而已 他當然 蛋仔麵通常基本上一定要有蛋 他不會附蛋給你吧 他一定會有蛋 有仔 跟有麵 仔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對啊 但是他是偶爾去吃 好久沒有就是 這麼晚吃 麵食類 這很特別啊 蛋丸 這個魚漿裡面有這個 有蛋 這我覺得傳統關東煮作的啊 都很少吃的 啊忘了他講加辣 對啊 這是魚漿裡面有蛋這樣子 就以前小時候常吃到這樣的 什麼 我還以為你把他放回來 把蛋吃掉 我看你好像這麼壞的人嗎 這算是我也不能說出來 欸 快點拿飲料 快點去拿那個辣椒啊 來 今天不要吃啦 好 這家我覺得他 他因為他開滿晚的 就是 那我覺得到兩點吧 因為我明天還要繼續奮鬥 所以今天不要吃啦 好 很忙欸 今天很忙 對 明天有錢一大早起來 他會準備很多東西 今天要賣蛋仔麵 小菜 然後還有關東煮 對各位朋友 你們這樣就知道 做吃的就是這樣子 每天就是 嗯 到很晚之後才能吃東西 不然就是上班之前 要先吃好東西 然後呢 我們再開始去做準備啊 然後去賣三米漬 然後回來之後洗一洗 然後到現在才能吃東西 嗯 但現在宵夜時間其實不是很好找吃的 對 所以阿伯開很晚 明天啊明天還有一天會擺 嗯 有沒有看到影片的時候就是當天了 不好意思 禮拜天還有一天擺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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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你了 喔 終於 想要覺得腳好痠喔 喔 其實之前每天擺的時候也每天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那時候每天擺的時候啊 就是早上起來送兒子上學 就開始要弄處理 西處理 弄很多東西 你怎麼在這 你幹嘛咬我 你怎麼還沒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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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要出去了嗎 沒有 你已經回家了 唉呦 爸爸 來 來 來 沒事沒事 可以嗎 起來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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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粉菸娜 大家想我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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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我倒 而且我覺得剛剛 呃 剛剛我們弄完回來 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發現天氣有點變涼 嗯 那個熱熱的湯還不錯 喔他其實這個也有敷 也可以這樣敷 其實在現場吃的話是比較方便的 這兩天 把握好天氣 接下來好像下雨把它變天 啊下雨 下雨是 夜市的殺手 只要下雨就很難敗 想要 濕濕冷冷 他今天沒有出水包 吃他沒人還是你沒奶 嗯 沒有他今天沒有 我先 因為我去的時候也晚了 他沒有再去補東西啦 他如果再補出水 沒人吃怎麼辦 對不對 他這個醬真的很特別 他就是 一個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肥的醬 我覺得 嗯 他這個醬應該熱量很高 嗯 這個網路會倒在旁邊 他是因為他動過 所以我們的 攝影機剛剛歪了 對 那 今天只有阿雲娜在一起 阿哥去外婆家 過皇帝室的生活 對不對 應該是 對 通常去住阿公阿媽家 都是皇帝室的 對不對 對啊 因為阿公阿媽都很醜 然後呢 去玩一次阿公阿媽家回來之後呢 等他幾天就會不聽話 好 因為好日子過太多了 然後回來又 要習慣父母的那種 嚴厲 你乾脆說我們是軍閥好了 差不多 我們差不多就是軍閥 每個父母都買的是軍閥 然後呢 送去外婆外公家之後呢 他就是去解放 就像我們出國度假一樣 然後回來再繼續面對 這樣子 對喔 都沒吃阿雲 喔對喔 你是湯 那我說為什麼你的蛋是白色 太熱了 因為我們 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們今天 3點 3點吃啊 對 3點吃完之後就到 現在已經快一點了 才吃東西 嗯 其實你們看 做夜市真的有時候生活真是很不正常 尤其是飲食 就是 當我們可以開始好好坐下來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這種時間 當然如果你想要晚餐就是在攤子上吃的時候 也可以 但是你就會吃得很忙很緊湊 而且你那一份 那一餐可能要分個好幾次吃 喔對阿 吃到一半的時候就會有客人來 然後你就要把東西放在旁邊 然後再吃 等那個時候 熱的 熱的 熱騰騰的食物就已經變冷 所以早上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不如就直接忙完 晚上再回家吃這樣 欸 可是我覺得 在忙的時候不會餓欸 對 因為忙 忙的時候 真的很忙 你沒時間餓 肯一鬆懈的時候 開始覺得 喔好餓喔 腳骨那麼酸 所以你頭一直在做事阿 你沒有時間感受到 飢餓 等你一休息下來的時候 唉呦 碰鹹了 就餓了 好我吃飽了 怎麼這麼快 我太餓了 也是阿 都我在講話 真的 你頭上一直在講話 我都完全 沒有辦法負荷 你都只能用負荷的 對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不好 也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那我們差不多吃完 就要洗洗睡了 明天早上還要繼續 準備食物才買這樣子